早啊 新闻来了 今天是2023年7月29日 星期六 农历6月12 首先进入药门 28日晚 第31届世界大学生夏季运动会开幕式在四川省成都市举行 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开幕式并宣布本届大运会开幕 28日 习近平分别会见来华出席第31届世界大学生夏季运动会开幕式并访华的毛里坦尼亚总统加茨瓦尼 布隆迪总统恩达伊士米耶 规亚纳总统阿里 格鲁吉亚总理加里巴胜贝利 近日 记者从住房和城乡建设部获悉 将进一步落实好降低购买手套住房首付比例和贷款利率 个人住房贷款 认房不用认贷等政策措施 国家税务总局相关负责人28日表示 今年上半年 全国新增减税降费及退税缓费9279亿元 就美方将部邀请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出席亚太经合组织APEC领导人非正式会议 外交部发言人28日回应 要求美方履行APEC 东道主应有责任 停止破坏APEC团结合作 28日 今年第5号台风杜苏瑞在福建近江沿海登陆 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播9000万元支持福建 广东 浙江三省 做好台风杜苏瑞防汛强险救灾工作 杜苏瑞台风强度等级降为强热带风暴 预计29日移入江西东部地区 强度逐渐减弱 下面是一组成都大运会的消息 本届大运会共有113个国家和地区的6500名运动员报名参赛 共设18个大象 269个小象 今天将产生17枚金牌 28日 成都大运会女子篮球预赛开打 中国队战胜葡萄牙队 取得开门红 下面是一组资讯 国家统计局28日发布数据显示 2022年 以新产业 新业态 新商业模式为核心的三新经济增加值为21万084亿元 比上年增长6.5% 28日 国家医保局会同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印发通知 明确2023年 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筹资标准为1020元 其中人均财政补助标准达到每人每年不低于640元 个人缴费标准每人每年380元 国家外汇管理局最新数据显示 6月 我国国际收支货物和服务贸易进出口规模39147亿元人民币 顺差2911亿元人民币 福建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消息 截至28日14时 台风杜苏瑞已造成福建省9个社区市84个县72.46万余人受灾 农作物受灾面积262.3公顷 直接经济损失5227万元 28日文化和旅游部公布公告 五地入选国家及文化生态保护区名单 28日民政部公布2023年第二批涉嫌非法社会组织名单 28日2023女足世界杯小组赛 中国女足1比0战胜海地女足 获得本届女足世界杯首胜 小组赛莫伦 中国女足将对阵英格兰女足 28日2023世界泳联锦标赛男子200米挖泳决赛中 中国选手秦海洋以2分5秒48的成绩夺冠 并打破该项目世界纪录 28日故宫博物院首个院外展厅 故宫厅在新疆接牌并开展 此后故宫博物院一系列具有世界影响力的展览 将相继落赴新疆 28日据美国多家媒体报道 美国司法部指派的特别检察官杰克·史密斯 27日针对前总统特朗普设不当处理涉密文件案 提出新的指控 日前 欧洲中央银行发布公告称 自8月2日起将欧元区三大关键利率均上调25个基点 自去年7月以来 欧洲央行已连续加息9次 共计加息425个基点 接下来是服务信息 中央气象台28日18时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 预计28日20时至29日20时 河北南部、河南北部、浙江东部、福建东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 部分地区半有短时强降水 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感谢关注央视新闻 更多资讯可以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 我们明天早上见 我们明天早上见 搬。 saker 照顺 照顺